這個計算BMI 你可以把結果秀在 一般是秀在這個下方 假如說你希望不要放在下方 你希望另外把結果 BMI的結果跳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View 另外一個畫面 當然你需要配合剛剛講的 Intense跳下一個頁面 再加上bundle bundle就是計算的結果 比如說他是 計算BMI 比如說他的那個 到底 BMI有分性別 然後身高的部分的話 假如你輸入身高 一般是175 假如說體重的話 體重是70公斤 輸入這個 按下計算 所以這個順便也複習 前面教過那個像什麼 radio button 這個前面都講過 然後這個輸入的話 只能輸入那個就是 比如說Lamber 只能輸入那個數字部分 按下計算的時候 你要想說 當我按下這個計算的時候 他實際上做什麼事情 OK 一定是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是set on clicklistener 然後new一個 在上面建一個listener 然後他就隨便 隨時檢查有沒有點下去 然後點下去之後的話 要做什麼呢 這個時候你要把這三個訊息 當然你現在bmi還沒計算完 要不就是你在主程式裡面先計算丟過去結果 要不就是你丟這三個資料過去 在那個第二個second那裡面去做什麼 做計算把結果顯示出來 如果按下計算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可以跳到另外一個畫面 把什麼呢 bmi結果 這個是另外的view 這個view的上面是bmi的結果 多少 22.86 ok 然後呢 底下可能會需要有一個bmi結果 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評語 因為其實說真的 22.86 這什麼東西啊 一般人看到 到底這個數字是多還是少 其實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你必須什麼 跟大家講說 超出標準的 要做什麼呢 多運動 控制一下飲食 吧 祝福你 還好不是 那最好當然底下可以放一支什麼 比較微型的迷你珠之類的 ok 等等啊 就是因為你說真的 看那個文字 你一下子沒辦法馬上議會 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告訴你 你有一點點發福了 那怎麼樣 ok 類似像這樣啦 當然 你可以再配合圖 如果因為我沒有做那麼細 你就其他自己再做一下 那所以呢 大概要多少才是對的呢 也許你大概65 我覺得這樣應該好像不太精確 65看一下是不是 真羨慕你 ok 繼續保持下去 所以一個model 也許可以放一個model 或者一個 如果是男生的話 放一個這個型男的照片 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女生的話 就放一個正妹的照片 ok 那這樣的話 感覺就很有feu了 人家在做測試的時候 就感覺 這個還蠻好玩的 好 那可以做成一個什麼呢 比如說像 大家比較關心 像什麼 不一定是減肥啦 也許是苗條 身體健康的一個app 幫助他可以做一些事情 ok 那這邊的話 22 所以基本上呢 大概應該多少 69左右 大概按 類似像這樣啦 你可以再自己去 去做一個變化 跳過來 這69 這個好像有點不太準 175才 不到70公斤 感覺好像是不是太 太瘦了一點 他還是出現過胖 69公斤還過胖 所以程式是不是有寫錯了 等一下檢查一下看看 或者是說你可以有容許值 讓他可以 那大概的邏輯是這樣子 那這一題基本上 就是證照考試題的 102 104題 就這一題 ok 他基本上就是計算完 那把這三個訊息丟過來 在這邊做計算 所以基本上 他其實主要是計算這個結論 至於那個BMI的公式 在那個上面都有 或者你們查一下 ok 這一題的話 有時間可以做做看 計算BMI 那另外呢 等一下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我們把剛剛的Intense 3 改成Intense 4 那裡面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呢 我在上面 一樣再加上就是 Activity 事前講的 比如說我跳到那個 這個主畫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底下會出現哪一個方法 他的生命周期哪一個方法 那但是後面會有刮鬍1 刮鬍1 刮鬍1表示是第一個Activity 刮鬍2是第二個Activity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今天喔 返回 有沒有 你會發現先把它Pause 然後再Restart 1 再 Start 1 On Resume 1 OK Stop 你會發現喔 跳回去Finish 呢 就On Detroit 2 就結束了 OK 那基本上喔 我只是大概想要知道說 他的生命周期的一個循環 那所以基本上喔 我大概只有加上一些那個 其實就TOS而已啦 OK 所以TOS我加在哪裡喔 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講過就是說 第一個你必須要了解一下 生命周期 所以生命周期喔 我有把這個圖給結 因為剛剛我這一台剛好 那個Android Studio裡面這個圖喔 其實沒有顯示出來 那這個是Activity的生命周期 前面有講過 那我只是在程式裡面加上什麼呢 再把那個剛剛的Intent 3 複製一個資料夾啦 就是變成4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在Megativity裡面喔 再利用那個Encore裡面Override 有沒有 Override前面講過 就是Override它的那個生命周期的幾個方法 包含就是我們剛剛畫面上看到的 就是說呢 當我那個Uncreate 這個預設已經有了 所以必須一 二 三 四 五 再一個Restart 六 六個 所以你要去Override 有六個方法 那在這個六個方法裡面呢 做什麼事呢 其實就一行程式 把那個什麼呢 把它現在執行到這一行的時候呢 Tost出來 Tost後面就是MegTest啦 然後這個應該固定了 反正MegTest後面有三個東西嘛 一個是它的Context 我用Gets 和Context 那裡面的文字就是 它現在因為是執行 OnDetroit的Mencer 所以裡面的話就給它 OnDetroit 因為是在第一個MegTest裡面 所以後面刮五一 那停留時間的話 就是一秒鐘就好了 一個Show 那分別就是 總共有六個啦 你就把這六個方法 利用那個Override 把它做出來 最後呢 在Uncreate最下面 就是這個Uncreate有沒有 它的最下面這個 它的瓜符這邊 上面這邊Uncreate 所以總共呢 加上有六個加一個啦 其實就七個那個Tost 只是要顯示說它的生命周期 那在Second裡面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說呢 把一改成二 也是有六個 再在Uncreate 本身有七個把它Tost出來 那主要各位可以再觀察一下 就是它的生命周期 比如說回來之後 它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大概就剛剛的 然後最後一定會 就是再把第一個給觸發 那為什麼要了解這些生命周期呢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要在中間做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針對你要做的事情 放在對的生命周期裡面 不能亂放 不能說隨便 所有的東西都放Uncreate 當然不是啊 很多東西 像比如說Database好了 你要在UnDetroit裡面 也許你要把資料庫清空 你不能說Uncreate就清空 那清空之後裡面不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生命周期裡面 每個地方都有它的 要放的東西 也許針對不同的 實際上資料的傳遞 你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OK 那比如說這個地方 Unpause 1 Uncreate就起來了 Unstart 2 OK Unresume 所以基本上它大概都是這些東西啦 所以未來也許人家會可能考你第一個問題 Activity生命周期 有七個 填空題 OK 第二個的話呢 請問那如果有兩個 Activity 它的生命周期的順序 請你敘述一下 OK 比如說啟動的時候 它怎麼跳到第二個 第二個它的到底誰先關 關完之後再怎麼開 OK 不過你會發現啦 基本上第二個跳出來的話 第一個在哪裡 還在背後 它並沒有消失 它只是被蓋住而已 所以你把它離開之後 它其實又出現了 OK 它其實可以從生命周期裡面呢 可以看到 它只是在memory裡面 那再把它怎麼 重新再 再去rerun它而已啦 它並沒有on detroit 被移除掉 OK 那請各位 再試著 剛剛兩個 兩個重點 第一個 請各位 試著做那個 有時間的話 做一下BMI 這個是一個基本型 裡面的話 就是intent加bundle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一些 更精緻的圖 自己再加 我想這個加圖 應該也不是什麼太困難的 OK 那第三個 也許未來可以連線 是不是 可以跟其他人比較 你需要一個database 所以未來就是說 將來做連線版 怎麼比較說 你跟別人的差異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兩個部分 一個是 計算BMI的這個範例 那一個是 那個 activity的生命周期 那我是直接乾脆 就放在intent 4 好了 好